大家好,我是彩虹 早餐想要做的快手又美味 就事事像我这样做,不耽误碎懒觉 以后再也不用买着吃了 首先准备350克普通面粉 加入3.5克酵母 1克花椒粉 再分次加入260克30度左右的温水 搅拌成絮状 再顺着一个方向多搅拌一会儿 最后搅拌成均匀细腻的面糊 然后在面团表面刷油,受水保湿 盖油保鲜膜放到冰箱中,冷藏发酵 早上起来,面糊就已经发满盆了 全部都是拉丝的蜂窝状 然后根据个人口味,加入2-3个盐 适量葱花,翻满均匀 按把抹油防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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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揪起小块面团 整理成圆形 这些面糊正好可以烙8张饼 全部都翻好之后 去最鲜的面团,按压成腿圆形 将所有的面团全部都按完 然后预热饼锅 油亮至几丁 油多一点表皮就是酥脆的 像油炸饼一样 取最鲜熬好的饼坯放入锅中 烙至表面基本定型 底部金黄后翻面 另一面烙至金黄 按压饼面能快速回弹 就说明熟透了 发面饼熟得非常快 不要烙时间久了 水分流失了就会发干发硬 这样咱们的早餐发面饼就做好了 外酥里软 特别的蓬松有弹性 吃起来有淡淡的咸味 淡淡的葱香 柔软又筋道 美味的早餐就这样轻松的解决了 喜欢的朋友就赶快做起来吧 美食天天更新 咱们明天见 拜拜